你说得没错 要是有缘的话 是不会被拆散的 要是被拆散了 那就是没有缘分 阿姨 我先去了 淑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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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君 我本来是想 忙完淑芳订婚的事 就赶到肃清那儿去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 肃清和红冰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我知道了 是杨肃清叫你来的是不是 她自己结不成婚 要让我和树华定不了婚吗 苏芳 你怎么能这样污蔑里大姐呢 苏芳 你不要乱说话 苏芹姐并不知道我来着 如果她要知道我这么冒昧地 跑到吴家来找洪大哥 一定会怪我 打搅你的婚礼 你明知道打搅了 你还来做什么 我只是碰碰运气而已 林逆雪 你说的话还真是前后矛盾 一会儿说是来找洪大哥 一会儿又说是来碰碰运气 我看 你分明就是来闹场的 好 随便你怎么说 既然洪大哥不在的话 俊宇 咱们走 你给我站住 怎么 把我的婚礼搞成这样 你说走就走吧 你给我说清楚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真的是很奇怪啊 我不知道你脑子在想什么 洪大哥现在是你姐夫 你居然一点不担心她的死活 我在想什么 我倒是要问问你了 我嘱咐过我大姐 不要告诉你我订婚的事情 为什么她还是告诉你了 而且你找人 怎么找到某吴家来了 我看 你就是跟我大姐串通好了 那搅局的吧 苏芳 苏芳 丽雪 你们两个就别吵了 我看 还是先找到洪兵再说吧 没什么好说的 杨苏芳 你嫁给吴淑淮就是你的吴对 吴天成是你的仇人 你居然要坚持到仇人家做媳妇 还逼你大姐让出吴淑淮 我真的是替你们杨家的祖宗 感到不值 替你感到羞愧 我有什么好羞愧的 这是我们家的事 怪你这个万人什么事啊 我才觉得你莫名其妙呢 为什么你一定要破坏我 一定要拆下我哥属怀呢 是你的人一定跑不掉 你何必担心呢 我哪里有担心了 苏芳 我告诉你林丽雪 如果这次 你让我结不了婚的话 我会恨你一辈子 我也会找杨苏芹算账的 苏芳 你怎么可以迁怒到你大姐 苏芳 你不用怪李雪姐 不要怪任何人 我觉得 你真是无理取闹 自私到极点 简直不可理喻 李雪姐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看到我 我最不想看到的场面 也让我知道一些 事实的成像 靳雲 连你也这样说我 林丽雪 这都是你造成的 我那个时候还把你当好朋友 为什么你现在要这样 为什么你什么心意都要来阻止我 现在好了 我的体会变成这样 我的辛劳也跑了 所有人都在骂我 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告诉你 我恨你 我恨你们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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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雪 你怎么打肃方呢 吴太太 肃方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 和她姐姐反目成仇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你必须承担后果 对不起 打搅你们了 俊云 咱们走 肃方 走 我认识她这么久了 到现在才知道她的真面目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竟然不择手段到这种地步 都这么自私 这么害自己的大姐 我真的是爱错人了 好了 俊 别打算了 其实这个世界上 好的女儿很多人 我已经不再有什么幻想了 也不再相信什么爱情了 因为我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 是金钱 是地位 是权利 不要再跟我说 钱不是万能的 因为我已经明白了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李姐姐 我先走了 俊云 我带俊云去 是看能否挽回肃方的心 没想到却伤害了俊云 真的不知道 俊云会不会从此 就丧失了自行心 俊云 你在哪里 快点接电话 我 人掉下去怎么找不着了呢 找 继续找 对 找到为止 是 会不会到达的新居局了呢 是 俊云 你穿新娘礼服可真漂亮 可惜红斌没福气娶你 俊云 俊云 江董 今天你们不是结婚吗 怎么穿着婚纱站在这儿啊 我病失踪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站在新房门口我也进不去 看 现在这么冷啊 来 赶快把衣服穿着 我想办法找人先把门打开 走 先上去 走 走 到底是谁绑架了红斌 简直是太可恶了 你别着急 我马上派人去找 走 喂 我是董事长 对 红斌 你到底在哪儿 你不可以丢下我不管 你对我说的事你不可以忘记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蘇青啊 你别担心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一有消息 他们马上就会告诉我们 你看看 看样子是仇家找上门的 恐怕会有危险的 江东 那怎么办 哎呀 哎呀 在找到红斌之前 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猜测呀 可是 红斌在手机里跟我说的话 全都是诀别的话 我真的好害怕 不会不会 苏星远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 你辛苦了这么多年 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老天爷 不会让你失去红斌的 你就算是 不相信老天爷 也应该相信我江明的实力呀 我现在 已经派所有的人去找了 一定会帮助你找到红斌的 你放心 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的 江东 谢谢你 谢谢你 别说这种话 虽然 你选择了红斌 可是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真心地希望你能过上好日子 所以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红斌的 好啦 别再哭了啊 看你哭得这么伤心 我会心疼的 舒华 你怎么了 力学告诉我 红斌出事了 所以我赶过来 力学不应该跟你说的 红斌也是我的朋友 他要是真出事 我也会担心的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请问 你是 江市企业江明 你就是吴舒淮吧 原来是江董市长的 我告诉你 我们天成企业 也已经派人去找了 语气还挺重 天成和江市 生意上虽然是死对头 但是红斌 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我看 找人这件事情 就不要分敌我了吧 对不起 我以为我刚才的语气 向你道歉 现在当务之急 是找到红斌 好了 你们聊吧 我先回公司了 谢谢江董 等等 江董事长 你的外套忘拿了 别脱了 天冷 别感冒了 不用了 江董 我有摆衣服在这儿 谢谢你的外套 我先回去了 苏青啊 别太伤心了 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 我去了您家了 蓝姨告诉我 你来新房了 我去了您家了 你来新房了 所以我就到这儿来找你 舒嬛 你愿意帮我找红兵 我真的很感激你 可是今天 也是你订婚的日子 你不应该 把苏芳抛下不管 这样对她来说不公平 我猜她现在 一定很伤心很难过 你赶快回去陪她吧 苏琪 你想到你出了这种事 我就忍不住 要过来见你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各自嫁娶 我的新郎失踪 那是我的命 你不用为我担心 你只要好好对待苏芳 就足够 难道 就连一点朋友的关心 都不行吗 谢谢你的关心 我已经知道了 你赶快回去陪苏芳吧 我想陪你 舒嬛 你不要超越朋友 该有的界限 我现在为了红冰的安危 在担心着 相信你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帮我 找红冰的话 麻烦你赶快去 还有 不要让苏芳觉得委屈 更不要让她觉得 我在强谈心爱的人 可我爱的是你呀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越说越过分了 我现在是红冰的新娘 她现在生死未卜 而苏芳也穿着礼服 在等着你回去 跟她完成订婚的仪式 所以 你不要再跟我说 这种荒唐的话 请你回去 请你回去 请你出去 苏芹 如果 万一红冰 发生了什么事 请你不要阻证红冰 我相信她一定会平安无事 她一定会回来跟我举行婚礼的 我知道 这个时候我说这种话 很不应该 可是我想知道 如果万一红冰出事了 你会怎么做 那我会 会以红冰妻子的名义 为她手刮 苏芹 不要 不要说让我伤心的话 苏芹 你快回去 你快回去 我求求你快回去 苏芹 苏芹 你到底在哪里 你 也被赶出来了 走吧 红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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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没有 快 继续找 走 红哥 你在哪儿 红哥 这边 红哥 你在哪儿 红哥 快下来 这边有血迹 好 阿伦 怎么样 你看 快看 雪迹是往那边的 我们往那边找 走 红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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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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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哥 洪哥在这儿 洪哥 洪哥 你先撑着点 我马上带你走 我的好兄弟 洪哥 快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什么人这么恶毒啊 这不在大喜日子里 你故意搞破坏吗 喂 阿伦 找到了吗 找到了 太好了 什么 在急诊室 好 在哪家医院 我 我马上赶过去 别急别急 我都直到来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要去 阿伦 阿德 苏青姐 洪平他怎么样了 洪哥现在还在动手术 他的眼睛被弄到了石灰 恐怕 恐怕怎么样 你快说 现在医生还在做检查 不过之前洪哥从很高处摔下来 骨头有可能被摔伤 刚刚医生告诉我们 洪哥的眼睛有可能会失明 妈妈 怎么会成这样子 什么人要害他 详细情形我们也不太清楚 从离开家门之后就一直遭到追打 不过苏青姐 你放心 等洪哥好了 我们一定查清楚 嗯 那洪碧 洪碧已经去多久了 从送洪哥进去手术室 已经好几个钟头了 恐怕不会那么快出来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后面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 苏花 苏花 苏花你等一等 这么晚了你要逗点事啊 去哪里 我当然是去找苏槐了 妈 苏槐他不要我了 他讨厌我了 他心里爱的还是我大姐 一听到洪斌大哥出事了 他非一样地跑去安慰我大姐了 苏槐是去找洪斌 他不是去找你大姐 那都是借口 他现在一定和我大姐在一起 我不可以让他们旧情复燃 我要去找他 苏芳 你怎么这么任性呢 你大姐都已经把苏槐让给你了 你现在也如愿地跟苏槐订婚了 你怎么还是把你大姐跟当情敌一样 处处地为难她呢 我为难她 还是她自己三心二意 明着说把苏槐让给我 暗地里还是纠差不清 你你怎么这么说你大姐呢 难道我说错了吗 红斌大哥失踪了 那就去报警了 为什么要让林立雪找到我们吴家来 分明就是来搞破坏的嘛 苏芳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我不知道那个林立雪她为什么要来 可是我知道 你大姐她最疼命 她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来 她不会 我是千叮宁万嘱咐 千万不要让林立雪知道我订婚的事情 为什么林立雪还是知道了 肯定是大姐的背底里出的主意 这绝对不是你大姐的主意 再说苏芳 你不要把那个林立雪想成坏人 也许人家真的是有什么急事 跑到我们家来看看啊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偏心 你偏向我大姐我也就算了 连林立雪这个外人都替她说话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妈妈 苏芳 苏芳 你够了好不好 现在大家都心烦 你能不能委屈一点 等找到洪斌再说行不行 不行 我就是不明白了 在这个家里我到底算什么 就连洪斌失踪了都比我重要 一个个都跑去找她了 根本没有一个人在关心我 我不是留在家里陪你吗 这不叫关心吗 你 你少在这里给我装好人了 要不是伯父让你留下来 你才不想在这里陪我呢 你的心早就连到大姐那里去了 够了 你到现在还耍小孩子脾气 你就不能不要去烦你大姐行不行 我不是要去烦洋素心 我是要去找我老公 让她去 让她去找舒怀 让她把事情闹大 让舒怀知道 肃清救她的大姐 让舒怀知道 肃清和洪斌结婚 就是为了成全她和舒怀 你怎么一点都没脑子 我们都在帮你隐瞒 我们都在帮你隐瞒舒怀 帮你顺利地嫁给舒怀 可你还在这发脾气 你发什么脾气啊 伯父 我不是在闹 我只是 我只是想把舒怀找回来嘛 她要回来 她自然会回来 她不想回来 你去了也没用 俗芳 我和你妈都在帮你 帮你达到 顺利地嫁给舒怀的目的 你现在要做的事 怎么让舒怀来爱你 而不是耍镜子发脾气 杨素方 俗芹 素芳 就差了一个字 我早就应该想到 你们是姐妹 原来你们全都知道 只有我一个人像傻子一样 被你们蒙在鼓里 现在你们嫌弃素芹的出身 为什么还要娶她的妹妹 舒怀 别紧我 你不用说了 我不会再信你们 舒怀 事情是 爸 我也不会再信你们 一个是我的父亲 一个是我视为 亲生母亲的阿姨 还有你 你们的话 我不会再信了 舒怀 舒怀 快 姨婆 孔叔叔怎么还没出来啊 别着急啊 医生正在急救呢 医生 后面现在怎么样了 经过我们紧急抢救 她的伤势已经稳住了 不过她被水泥灰弄到眼睛 又没在第一时间内紧急地用水冲洗和医治 导致她的眼睛受伤 所以经过我的抢救 可是她眼角膜还是严重受损 医生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救她 一定要救她 救病人是我们医生的责任 我们当然会救 不过 你们还是要有心理准备 最后的打算就是 从此失眠 医生儿 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啊 如果奇迹出现的话 能医治好的话 她的失利也会变得很差的 什么也看不清楚 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弱势 现在黄先生正在恢复中 伙儿伙儿就会送到病房去 你们可以到病房去看她 谢谢 谢谢 我该怎么办 救命 喂 姜董啊 苏青啊 怎么样 红病找到了吗 找到红病了 她受了重生 现在在医院 在哪个医院呢 好 好 我改天去看她啊 苏青啊 你不要太难过了 那好 那好就这样 好 拜拜 听着 红病找到了 苏青啊 别难过了 红病的手术还是挺成功的 你也别太着急 苏青姐 你已经照顾了一天一夜了 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剩下的 以后跟阿德来照顾 是啊 苏青姐 你回去休息吧 不 我不回去 苏青啊 别成能了 人业不是铁打的 你这样下去真的要累垮了 比起红病的伤 我累一点算什么 她现在这个样子 我怎么可以离开她呢 对了 兰姨 小孩子不要留在医院 你帮我把珊珊带回去吧 妈 我不要 我要留在这儿 陪你 陪红叔叔 等红叔叔醒了 我有话要对他说 珊珊乖 等叔叔醒了 我再请一波 把你带来医院 你先回去好不好 我不要嘛 我要留在这儿陪你 和红叔叔 珊珊这鬼 你看红叔叔都已经这样了 你在这里帮不上忙 等到什么时候啊 跟一波回去好不好 我不要 一波好累好累哦 陪一波回去休息休息吧 好不好 好了 你就陪一波回去吧 珊贵啊 谢谢啊 麻烦 帮我送她们一下 好的 苏青姐 我到门口守着 有什么事情叫我吧 谢谢 好 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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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啊 苏青 是你 你觉得怎么样 你干嘛拉我手 你干嘛拉我手 你眼睛受伤了 抱着纱布 医生说 暂时不能碰 怪不得我看了钱的东西 我想坐起来 小心 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 你的声音怎么那么傻哑 怎么 哭过 没有啊 我没有哭 别骗我 别骗我 我听得出来 我有没事干嘛那么担心呢 我 你 霍兵 我在这儿 我看不见你了 那是暂时的 医生说 你只要把眼睛一好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要多久 总要一段时间吧 一段时间 是一个月 必年 还是 永远 侯兵 你想太多了 你没事的 我就陪在你身边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叫我做 我也会照顾你的 你照顾我 苏青 你记不记得 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我说我要照顾你 现在 现在居然换成 你要来照顾我了 红兵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谁照顾谁 不都是一样吗 再说 这也是应该的 不错 可是苏青 我今天还没有到你家去迎娶你 所以我们现在 还不能算是夫妻 我手上戴着你之前帮我掏的戒指 我手上戴着你之前帮我掏的戒指 我们婚纱照也拍了 新房机也已经布置好了 算起来 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 不 虽然这些都有了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红兵还没有娶你做我的妻子 我们没有宴请宾客 也还没领结婚证呢 不管怎么样 我已经认定我是你的妻子 你现在说不要我 以后你教我怎么做人呢 苏青 你是我红兵这一辈子 最深爱的女人 我不信神也不信喜 可是我真的常常祈求 我千盼万盼 只希望这一刻早点来临 只希望这一天能够美梦成真 这几天我好高兴好兴奋 我高兴得睡不着觉 即使睡着了 我半夜也会笑醒过来 只因为我终于去到 我最爱的女人了 后面 我也是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一个 温柔善良体贴的女人 不过苏青 我想问你一句话 万一 万一我真的瞎了呢 不会的 不会的 你不会瞎 你不会瞎的 我只是说万一 万一 你真的眼睛看不到 那我就是你的眼睛 怎么 你不相信我 我怎么会不相信呢 只是 没有什么只是 这么多年 你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你那么关心我 那么照顾我 要是你真的看不见 那么我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边 我会好好地照顾你 我不会离开你身边的 那你却不成了我的拐杖 而我就会成了你的累赘吗 好 虹柄 你只要想就不对了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你的眼睛一定会印好的 而且医生也没有说 你会失明啊 所以 你一定要坚强 你要挺住 好不好 好 龚哥 姜董事长来看你 哎呀 这是红病吗 那怎么搞的吗这是 你看 我要不是给肃青打电话 我还不知道 发生了这种事情呢 肃青啊 医生怎么说呀 医生说 他眼睛受伤 眼睛 哎哟 这可不得了啊 眼 会不会瞎呀 都不会看不见吧 姜董 你别担心 我没事 医生说我眼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啊 那就好 那真是太好了 哎呀 苏青啊 你看 你们都要结婚了 发生这种事情 遗憾 真是遗憾哪 黄斌啊 没关系 好好养病 结婚嘛 什么时候都可以啊 虽然他没有正式去迎娶我 可是我已经答应嫁给他了 等红病出院 我们就会去领结婚证 好啊好啊 那我 就先恭喜你们了 我 不打扰你们了 红病 那你 慢慢养着啊 姜董 真的非常感谢你 亲自跑这一趟 我红病会 把他记在心上了 不客气 不客气 苏青啊 他眼睛看不见 你要好好照顾他 多谢姜董 嗨 苏青啊 嗯 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啊 你说 帮我拿些换洗衣服来 换洗衣服 是啊 在医院里面总需要些换洗衣服嘛 你也知道我一向是爱干净的 在新屋里面我放了很多衣服 去吧 只要我拿姐姐换洗的衣服来 好 我回去拿 那你等我 红病 你自己当心点 苏青姐 要不我叫阿德开车送你回去 不用了 你们好好照顾红哥 阿伦 红哥 医生怎么说都告诉我 不可以隐瞒 这 说 红哥 医生说 你有可能会失明 失明的衣服有多少 八九成 剩下的一成呢 可能会变成落实 也就是说虽然能看 但是视线模糊 还被失明了 别有什么差别呢 红哥 你这是干嘛 我要离开医院 离开医院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眼睛的伤还没有好 永远也不可能好了 那 带我走 那你叫苏青姐回去 那是我故意指开她 快带我走 红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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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不明白 你那么深爱着苏青姐 而苏青姐也想真心地待在你身边 你为什么要离开 为什么 我为什么离开 那是因为我爱她 你懂不懂啊 因为我爱她 所以我不能造成她的负担 我更不能成为她的美醇 我以前到现在 口口声声说我要照顾她 要保护她 而现在呢 不过是个看不见的傻子 我后面 已经成为一个废物了 红哥 红哥 是啊 涅槃 马上 我解誓她 地上 红冰他现在在医院 医生说很可能会失明 失明 怎么会这样呢 走 我们去看他 你还是会去陪苏芳吧 苏琪 苏芳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是他逼你的是不是 好了 咱们先不说这个了 先去看红冰吧 可是 再怎么说 我跟红冰也是好朋友 他有事我真的很担心 好 咱们先上车 边坐边说 红冰 红冰 红冰呢 红冰 阿罗亚杜杜不在 他们去哪里了 苏琪 不着急 也许是医生 但红作假阿隽 怎么可能 我才离开一会儿啊 苏琪 我走了 你不用找我 苏琪 怎么了 苏琪 你还年轻 一定会找到更好的男人 你放心吧 虽然我不在你身边 我也仍然会默默地关心着你 我祝福你 能找到一个美好的归宿 不要找我了 我红冰决定的事情 谁也不能够改变 请你把我忘了 我会永远 记得你的 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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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星 谢谢 我和公司的员工 到处都找过了 可是还是没有红冰的消息 我也是到处找不到他 连他公司的人也找不到 苏琪 我真的好担心 好害怕 你想想看 还有什么人没有联络过的 连他身边的阿伦阿德 也联络不到他 我想 他一定是故意躲着我 如果他故意躲着我们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舒怀 你已经陪我找了一整夜了 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 不 在没有找到红冰之前 我要一直陪着你 直到找到他为止 你的心意我知道 可是 你要顾及一下素芳的心情 你要是没有回去的话 素芳她会怪我的 我也累了 我想回去了 你也快回去吧 好吧 别太难过了 也许 很快就可以找到红冰了 舒怀已经知道 素芳是我妹妹的事 希望她能够好好对待素芳 红冰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不管多久 我一定要找下去 直到找到你为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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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